來很遠的鏡頭看一下 啊 終於烤好了 看起來好好吃呀 大家早安 好久不見了 我是小九 我為什麼這麼早起呢 因為我一般都是睡到8點半、9點 然後睡到自然醒醒來 再慢慢悠悠的吃早飯 但是最近因為我小九年終於找到一個工作了 說是工作吧 但其實是這種實習崗位 因為它離我家比較遠 所以我早上最近起的比較早就7點半起床 我發現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拍視頻不能割 越割 越想割 你看我一開始只有大概一週沒拍 然後就想說那我下週再拍 後來兩週再沒拍的時候就覺得 who cares 後來一直沒拍就覺得 就是越拖越覺得 好像不拍也沒什麼 然後就像現在一樣 隔了大概有一個月多 第二件就是我好像太久沒拍 現在已經有點不太敢看鏡頭了 我剛說話一直都是 就這樣子 就低著頭這樣說話 還是要慢慢克服的 8點10分 OK 因為我是大概準備8點20到8點半左右出門 這樣我9點15到9點半之間就能到辦公室那間 那現在呢就是要準備 戴一下隱形眼鏡 戴上了 對 因為我眼睛就是變形比較厲害 所以就是嗯 我感覺不戴眼鏡總有一種蠻蠻感 然後看起來總像有一種 嗯 看起來總像有一種沒睡醒的感覺 而且這個地方就會顯得比較長 如果有眼鏡框的話你看 就這邊會 嗯好暈 就就會拉短一點 然後而且因為我在這邊 亞馬遜上買了一個眼鏡盒子嘛 然後你看 多麼浮誇 然後又是這種金色 像一個高光色的補粉一樣 補一下妝 因為我其實本來想買個黑的 沒想到黑的還要貴了哦 後來想說反正就來家裡拆帶一下 那就顏色怪一點就怪一點了哦 對 現在要換一下衣服 拿很遠的鏡頭看一下 整體 對就是這樣 有一種business casual的感覺吧 就是 有一個襯衫領子它看起來稍微正式一點 但是它又沒有那麼的正式 那就這樣吧 因為呃 去工作那邊好像是不讓派 那我就把相機留在家裡了 那今天是一個外出出門的一個日常 然後 那我們後面再見囉 啊 終於回家了 好累啊 現在已經是 七點半了 然後晚上七點半 然後剛剛到家 從早上九點半到晚上七點半 還是幹了 呃 包括路程了 還是 我們做了挺久超過 有點超過八個小時吧 不過就是 可能因為我們 我做的現在是屬於這種內容營銷嘛 所以就是這種創意 產業的話有時候 其實已經到下班了點了 但是 因為剛好有一個 idea在做 然後就想把它做完 所以就拖了一會兒 那我們明天再見囉 我要去吃飯啦 哈囉大家 今天是星期三 今天我不用去上班 然後 呃 今天我們有一個 meeting 有一個會議 跟學校的老師 就是關於 呃 下個學期我們的 呃 畢業設計啊 項目 等等的一些 呃 討論 他們要給我們一些這種input 然後 趕緊聽一下 之後呢 會 邀請兩個朋友來我家吃飯 所以今天一塊會做一個 呃 用烤箱烤一些雞肉啊 還有蔬菜之類的 我要開始 呃 聽課啦 那剛才會議呢 就已經開完了 其實是非常快的 大概就半個小時40分鐘這樣子 然後 老師就跟我們把小組名單再次確認了一下 然後 呃 一些小組人數過少的組 要留下來再跟老師聊一聊 我猜是可能有一些 呃 合併之類的 要求 或者說建議吧 那比較幸運的是 我們小組有四個人 就是剛好達到了 呃 小組項目的這個 要求 所以就是 可以 把我們的項目做下去 不過現在因為我們 有兩個 這個idea 所以就是 有點不確定要做哪一個 想說 呃 要再給老師寫 郵件 問他能不能跟他單獨 通電話聊一下 然後讓他給我們一點建議 這樣子 那現在呢 我就準備要 做晚餐了 那我今天打算做的是 這個 就是 從超市買的這個 這個 就是這種 已經 弄好的粉 然後 它就是一個 呃 用烤箱烤這種 雞肉 還有一些 蔬菜的這樣一個料理 然後 我今天買的雞肉 然後剛才 中午買回來之後 就已經 用塑膠袋 然後在裡面放了一些 呃 醬油啦 鹽啦 黑胡椒之類的 醃了 大概 到現在有三四個小時吧 然後 其餘的就這邊有一些像 這個 這個 我是真的不知道 中文叫什麼 因為我 我在國內好像沒有吃過這個 好像是 因為我們家內蒙的 內蒙那邊 很多蔬菜 並沒有那麼的全 真的是 然後 呃 這個 胡蘿蔔 還有一些這個 叫什麼 蘑菇和 花菜 菜花 都可以叫 然後還有 這個 一顆黃的 黃椒 還有 這個 叫什麼 西紅柿 對 那我現在就要開始料理啦 是 我 好了,那最後就是成這樣這個樣子 我就要放進烤箱去烤了 終於烤好了,看起來好好吃呀 感覺非常有成就感 然後這邊又悶了一點米飯 那一花等我朋友來就可以開吃囉 哈囉,早上好 今天是星期四 現在是8點45分 今天我本來是上班的 但是後來決定今天在家大家就做home office 還是要工作,只不過是在家裡做 因為反正我的工作其實在家裡也可以做 而且因為我的直系上司 但是他今天沒有要去上班 他還是在家裡做home office 所以我想說那我就去了那邊 也沒辦法面對面的跟他討論一些東西 那其實在那邊工作跟在家裡工作沒有很大的差別 而且就是最近這個疫情在德國這邊突然又嚴重了起來 然後昨天有新聞報說就是衛生部長那個Yang Spahn 也被測出是陽性的 然後就覺得讓人覺得很緊張 因為他是衛生部長嘛 然後我就想到每天早上通勤的時候那個S-Bahn跟5-Bahn裡面 真的人都是非常的慢 所以就想說今天就在家裡做好了 然後我先拉伸一下早上進來 每天睡醒覺 就是覺得明明睡醒了應該是很很很很精神 可是睡完之後好像有時候真的睡太久 也不是睡太久 其實我也沒有睡太久 但是就真的 渾身就覺得好像都揉在一起了 感覺好像真的是 拉伸一下會比較舒服 然後我們今天晚上吧 下了班之後 還有一個公司的一起運動 就之前大家是就是一起在公司那邊 跟那邊有一個教練一起帶著大家運動 我覺得挺好的一個公司文化嘛 但是因為最近因為疫情的話呢 大家都是在家裡做運動 然後大家就有點尷尬 然後就打開視頻 然後在那邊做運動 即將要開始跟公司的同事們一起線上做運動了 上周做完我真的有一種想吐的感覺 因為就一直做一些彈跳的動作 感覺肚子裡就翻薑倒櫃的 然後今天 希望能夠撐住 好,大家 終於周末啦 感覺上了班之後的周末變得格外的有意義 之前雖然一直在放假嘛 但是因為我沒有別的事情做 所以工作日跟周末就感覺不出來太大的差別 每天都是呆在家上網啊刷劇看書之類的 有時候時間反而被浪費掉了 但是現在因為上班的原因 就會提前給自己的周末安排一些項目 比如說 我這都要去購物 要跟朋友見面約吃飯 還要跟爸媽視頻聊天 然後還要購私心的視頻點子等等 就會提前給自己做很多安排 那這樣子的話周末就會變得更緊緊有條 更充實一點 那我就覺得還是挺開心的 那我周末還會幹一件事情是什麼 就是等那個演員請就位的更新 我這幾周一直在看那個 就一個綜藝 就一種大型吃瓜現場的感覺 不過昨天的感覺好像沒有之前那幾期那麼有意思 所以就繼續等待吧 等待下一周看看能吃到什麼瓜 Anyway這周是我又重新回來拍視頻了 那我們下期再見囉 掰掰